一粒一修仓促上路最先影响到的 就是量饭店的过年档期 不少业者只好增加上千名的公读生来因应 一粒一修上路之后 对于我们卖场的人事成本除了有增加之外 对于人事主管在牌架上就变成一种挑战 要花更多加班费还要花时间找公读生 但就怕涨价下跑消费者 业者成本只能自己吞 我想增加人事成本我们会自行吸收 不会转嫁给消费者 按摩店里师傅的手停不下来 不止连锁业者吃不消 小企业排班乱了套也是满腹苦水 吃饭就比较困扰一点 照以前的交易者也比较方便 从零售业到服务业 没有行业能够倖免 专家甚至预言台湾就要面临 四年以来最严重的物价高涨 在明年这个涨风一定是很难遏止 会让它的影响绝对是比油电酸涨来得更大 一粒一修23号偷跑上路 砍七天假则是元旦 轮班制强制休息11小时 时间还没确定 一个牢机法分成三阶段实施 把全台湾搞得鸡飞狗跳 但行政院长林全却神回 当时没注意到 林全是觉得企业竞争力已经很够了 就让大家浪费时间在调教系统 或者是浪费时间在修改系统上面 我们很行有余力吗 堂堂行政院施政确实投身不同步 叫小百姓怎么吞得下这口气 东森财经新闻刘志沈玉腾 台北采访报导 小百姓怎么吞得下这口气 是什么吞得下这口气 是什么吞得下颜色的